前流感疫情影响所及 路客来台必到的景点 台北101首当其冲 因为政府已经将防疫等级提升到第三级了 所以现场就摆出了酒精消毒机 还要帮民众量额温 做基本的筛检 让这个逛街和旅游的气氛 变得有一点紧张 中国大陆H7N9流感疫情在升温 面对病毒来势汹汹 路客来台最爱造访的国内景点 台北101也首当其冲 因应政府将防疫等级提升到第三级 根据法规 公共场所必须准备好消毒器具来应应 小姐的温度是36点0号 101大楼时隔出入口 配置10台酒精消毒机 25位警卫身上也配有额温枪和口罩 提供有需求民众做自主健康管理 酒精机一推出 路客们就抢着用 两个小时就被用掉三分之二瓶 还得赶紧换上倍瓶才够用 为了保护我们这里的各种设备 你是安徽无福 安徽啊 那您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为什么要消毒 大陆泪瓶 路客必谈敏感疫情 快闪走人 就怕被贴上标签 但是流感危机逐渐浮现 顾客也得罪不得 卖场业者也只得绷紧神经 严格把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